孤独比肥胖更致命 英国每日电讯报 Daily Telegraph 报导指出 美国研究人员在整理了218项有关社会孤立和孤独影响健康的研究 发现孤独比肥胖更致命 因此应视为一项重大公共卫生危害 新次的研究对象近400万人 也是历来针对这项问题的最大规模研究 研究发现 相较于社会连结良好者 孤独的人早死风险高出50% 相比之下 肥胖导致人在70岁前死亡的风险约高出30% 研究主比及犹他州阳百汉大学 Brigam Young University 心理学教授郝特朗斯达 Dulian Holt Lundstad 指出 人们应该为退休后的经济和社交生活做准备 并为对许多人而言 工作场合是他们最大的友谊来源 他说 社交被广泛视为人类基本需求 对安康和生存至关重要 极端案例显示 接受监护是照顾的婴孩 若缺乏与人接触 不仅难以成长苗状 死亡风险也较高 事实上 社会孤立或单独监禁经常成为一种惩罚 根据终结孤独行动 约有17%的老年人与朋友 家人或邻居见面的频率一周不到一次 有十分之一的人一整个月都不会与任何亲人碰面 调查发现 五分之二的老年人 及大约390万人 电视是他们的主要陪伴者 缺乏朋友 中风蛋白增加 英国地方政府协会去年说 孤独应被视为重大健康问题 慈善机构 声称这项问题摧残百多万个老年人的生活 约克大学 最近研究发现 孤独的人罹患中风或心脏病的风险高出约30% 这两种疾病是英国两大死因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仍不明 若干研究人员认为 这仅是因为较少人发现一个人生病 或鼓励他们照顾自己的健康 不过 哈佛大学发现 缺乏朋友与导致中风和心脏病的 凝血蛋白浓度增加有关